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专达银行去年11月表示 希望更有效率运用资本 可能关闭或出售非主要市场的小型事业 以及与整体营运格格不入或获利不佳的部门 路透社报导 据熟悉内情人士透露 专达正位旗下香港消费金融部门寻觅买主 直接资产的价值约5亿到7亿美元 红博社报导 受全球最大作物出口国巴西 焊像影响生长收成 咖啡价格大涨 涨幅为10年以来最大 狂兜价格触及12月来最高 行价也上涨 苹果2008年为智慧耳机申请的专利 今天终于通过美国专利办公室的审核 这套耳机系统能监测使用者的个人数据 南中贵价一路住籍102.74日元 点是本月以来最疲软价位 新航雅客电视整理报道